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给大家分享的是,血管好不好,摸摸脚背就知道,早知道还能预防血栓,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大地,血管就是连接各处的河流湖川,为各个地区输送这养分,一旦有哪条小河被堵死了,周围的土地就会失去营养,慢慢变得干涸,进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堵塞河流的东西或许是石头,也或许是沙土,而堵塞血管的物质叫做血栓,血管内一旦有血栓形成,就像在血管内卖下一颗不定时炸弹,随时会发生堵塞。 你的血管堵塞了吗?不如跟着来测试一下血管的健康状态。 血管好不好,摸摸脚背就知道。 足背动脉的波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血管健康状况。 足背动脉的波动强度因人而异,有些人波动很强,有些人似有似无,主要与天生差异或脚的胖瘦有关。 方法 把手指轻轻搭在脚背部最高点正中间的位置,感受脉搏。摸足背动脉并不是数次数,而是感知两侧足背动脉的波动强弱。 如果一个人的足背动脉波动发生了变化,那有可能预示着动脉出现了问题。 左右不对称 如果一侧足背动脉波动减弱且左右不对称,原因通常就是下肢动脉硬化,双侧都减弱。 如果双脚的足背动脉都越来越弱,还要警惕,恰总动脉等位置相对更高的血管出现了动脉中央硬化,狭窄等。 出现上面两种情况,应该及时到血管科就诊,糖尿病人出现血管问题的风险更高,更应关注足背动脉波动。 血栓一引四大疾病,一定不可忽视。 1. 引发肺血栓 当病人体内的血栓进入了肺循环的时候,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,不但会引发肺血栓栓色症,而且还有可能导致肺梗死。 肺血栓栓色症主要是血栓阻塞肺部血管,导致血液循环发生障碍,肺组织缺血缺氧,最后引起肺组织衰竭。 2. 引发脑梗死 脑梗死是极为严重的脑血管疾病,病人如抢救的不及时,不仅会引起瘫痪、失语,而且还会导致猝死。 脑梗死最重要、最主要的病因是血栓这些来自心脏和大血管的栓子,流入胶息的脑动脉之后,就栓色住了,造成脑部组织缺血缺氧。 3. 引发下肢坏居 一提起血栓,人们都会想到心栓,脑栓似乎觉得血栓栓色只会发生在这两个部位,其实不然,血栓在动脉血管内流窜是没有规律而言的。 如果下肢发生栓色,要及时抢救,不然会造成器官组织坏死,要引起重视。 4. 引发急性心肌梗死 患有血栓的人群,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,要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。 血栓非常有可能导致急性心肌梗死,引起心肌梗死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血栓堵住了心脏冠状动脉。 血栓形成的信号,医学上认为,当血栓形成初期,身体是没有感觉的,当形成90%时,便会发生血管栓色。 也就是说,一旦血管堵塞有所表征,便是已经到了严重时期。 血管的堵塞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,而是日积月累逐步积累下来的。 要做好血栓预防,就要注意身体所传递的这些信号。 1. 突然头晕目眩。 如果在平时休息时,突然一阵眩晕,失去平衡和协调能力,甚至发生昏厥现象, 要注意,这是脑血栓最为常见的先兆,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,则尽早到医院就诊为好。 2. 四肢肿皂,麻木明显。 当人体血液中有血栓,四肢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出现麻木,疼痛的感觉。 所以,如果在生活中突然感到腿疼,有压迫感,或者是下肢麻木等,一定要警惕。 3. 间歇性薄形。 如果血管堵塞加重,会出现间歇性薄形,走几百米便会感觉腿酸,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以缓解。 这是动脉血管堵塞的典型信号,因为血栓会引起供血不足,导致肌肉酸痛。 如果忽视下肢动脉堵塞,病情进一步进展,就有可能导致下肢严重缺血,皮肤温度下降,足备及静后动脉活动减弱或消失,不行走时也会下肢疼痛。 进一步发展可出现肢体破溃,伤口不能愈合,甚至组织坏死。 4. 单侧腿或手臂肿了。 深静脉血栓形成,会使一条腿看起来比另一条肿胀,常见于膝盖以下部位。 血栓在静脉中形成,血液无法回流到心脏,压力会导致液体扩散到腿部组织。 如果感觉小腿肿胀,但目测无法确定,可以用全尺测量比对。 化血栓运动 抬脚运动 我们脚上有一个化血栓的开关,怎样才能打开这个开关呢? 只需一个小动作,那就是抬脚。 抬脚在医学上有个专用名词叫怀棒练习。 怀棒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,消退下肢肿胀,降低下肢经脉血栓形成。 包括下面三个步骤。 1. 直躯 平躺或坐位于床上,下肢伸展,大腿放松,吸气, 缓缓勾起脚尖,尽力使脚尖朝向自己,至最大位置时保持5-10秒,呼气,再慢慢放下,休息片刻。 2. 背身 平躺或坐位于床上,下肢伸展,大腿放松,吸气,慢慢奔起脚尖,尽力使脚尖朝下,至最大位置时保持5-10秒,呼气,再慢慢放下,休息片刻。 直躯和背身可以连贯坐,中间不做停顿。 3. 环绕 平躺或坐位于床上,下肢伸展,大腿放松,吸气,以踝关节为中心,脚趾360度环绕,尽量保持动作幅度最大。 4. 练习时需注意,一组动作完成,稍休息再进行下一组动作,反复地去伸踝关节,每天3-4次,每次20-50组。 刚开始练习时,用较小的力量,逐渐适应后增加强度,练习中如感觉疼痛明显,可以减少训练时间和次数。 4. 心血管专家的养血管经 血管犹如自来水管道,用的时间久了,管的内壁就容易结构。 5. 生锈 该如何科学养护血管? 1. 少吃四高食物 高糖、高油、高脂、高盐的饮食,可以说是血管的头号天敌。 2. 它们增加了高血压的风险,也容易导致胆固醇、血脂等附着于血管壁上,造成动脉硬化,导致血管不畅通。 2. 吃点血管轻盗肤 常吃山楂、燕麦、黑木耳、金桔、茄子、红薯、大蒜、洋葱等新鲜蔬菜水果,有助血管健康,并保持血管壁的弹性。 当然,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,保证饮食清淡、有节制。 3. 减少熬夜 长期熬夜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等激素,会导致心率加快、血压升高,进而增加心血管系统的压力。 如果连续休息不好,加上情绪焦虑、血压波动大,极易诱发中风甚至猝死。 4. 尽早戒烟 烟草是心血管健康公认的大敌。 烟草烟雾中的有害物质,亦诱发冠状动脉静卵,使心肌缺血缺氧,还会加快,动脉中央硬化进程,容易形成血栓。 5. 动起来 久坐不动,最易引发血栓。 坐在电脑前90分钟不动,膝盖血液流动减少50%,换血栓的几率增加一倍。 在电脑前坐了一小时后,起身走动走动,原地做高抬腿运动,活动一下筋骨,尽量不要让血液循环处于凝制状态。 走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佳的运动方式之一,走路能保持有氧代谢,增强心肺功能,促进全身血液循环,防止血脂在血管壁堆积。 对预防血栓非常有帮助,任何事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,血管堵塞自然也不是。 虽然堵塞需要时间的积累,可一旦发作起来就是大事了,还可能是那种由不得你后悔的大事。 因此,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,现在不养生,将来养医生,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,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